美國向來是自由民主人權的世界燈塔 幾十年來,人人私從它、嚮往它、追隨它 但一場巴爾衝突就令這個燈塔一招倒下 美國大學校園的反戰示威被一幕幕粗暴鎮壓 撕破了言論自由的假面具 學生只是純粹要求停止殺戮 但卻被扭曲成反猶太和支持恐怖分子 然後帶條道理、拘捕、清場、滅聲 這就是美利堅自由神像下所謂的言論自由 女神高舉火拒下的國土除了有言論自由 據說還有新聞自由 不過同樣是一場巴爾衝突 連帶將美國傳媒臉上那塊遮醜布都揭露 今年4月27日,白宮遇上舉行一連一度的白宮記者晚宴 那是自1920年開始的傳統 時任美國總統會與一班幕僚、政商名人、荷里活巨星 與白宮記者和一眾傳媒高層吃飯 志在加強白宮與新聞界的溝通 不過今年就與往日不一樣了 看到加沙有超過3萬巴勒斯坦平民被殺害 小孩、老藥、婦孺、醫護、記者無一幸免 過去6個月有多達125個巴勒斯坦記者死亡 是近代史上最多記者在短時間內遭到殺害的集體死亡事件 作為新聞的同行,是不是應該本住新聞自由的原則 本住記者的良知 拿起相機、撿起筆 向世界報道真相、譴責屠殺、阻止種族滅絕呢? 而不是去與支持殺戮的總統把酒言歡、談笑風生 所以二十幾個加沙記者寫了一封公開信 呼籲美國記者抵制這次的晚宴 希望那些總是講人權、講新聞自由的美國同行 聲援在加沙犧牲的記者 可惜響應的人不多 晚宴當日會場外有抗議者 在地上展示一件件寫著死去記者名字的染血背心 與伊香奔影如冠入場的記者成為了強烈的對比 示威者向入場者高喊Shame on you 被罵的媒體人低頭匆匆走過 不知他們心裡想些什麼呢? 會場上沒有人為那一百二十五個死去的記者默哀 甚至沒有人提起他們死在戰場的事 拜登十分鐘的演講主要是諷刺特朗普 沒有一句提到加沙或加沙死去的記者 他說2024年是大選如火如荼的時候 沒錯年齡是一大問題 我是一個成年男子要跟一個六歲的小孩競選 台下紅塘大笑 而這班陪笑的全部都是美國最頂尖的新聞工作者 場外一位穿著禮服的男記者現場直播了自己 脫了胞胎拒絕參與晚宴離開會場的情景 他就是上海東方衛視駐白宮記者張經義 他也是上海廣播電視台北美新聞中心的主編 更是歷史上第一位華人白宮的中文記者 和唯一搭乘過美國總統專機的中文媒體記者 他支持加沙記者的呼籲杯葛總統晚宴 這位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是個台灣出生的中國人 今次挺身而出 隨時要赴上以後都不能入白宮採訪的代價 忽然想起我們不是有個天天在喊維護新聞自由的香港記者協會嗎 當加沙有125個記者在炮轟裡無辜死去 這個會的記者去了哪裡呢?